在接下來的時間裏,榮耀即將推出新品榮耀30系列 這其包括了榮耀30和榮耀30 Pro 到目前為止,榮耀30系列的更多詳細信息已被洩露 包括其鏡頭規格、電池、處理器是甚至所有功能 但現在有關屏幕刷新率的消息也被進一步曝光 現在由微博網友爆料了榮耀30 Pro屏幕刷新率的消息 聲稱它的屏幕刷新率為90Hz 在最近其所有手機廠商推出的智能手機中 90Hz屏幕刷新率似乎成為了標配 榮耀也非常重視該功能,並且為Pro型號也加入了該功能 而上代榮耀20系列為60Hz屏幕刷新率 另外,近期在Geekbench中也出現了關於榮耀30系列的最新消息 根據Geekbench的跑分圖像可見 榮耀30 Pro將是榮耀30系列裡的另一個高端型號 型號為EBG AN00,很大可能是榮耀30 Pro 其單核得分為3876分,多核測試中獲得了12571分 另外一個也能注意的細節就是該手機運行Landroid 10操作系統 它將具有8GB的用途和麒麟990處理器 同時,該設備還將配備一塊AMOLED屏幕 挖孔屏內將包含一個前置掃頭 根據線路圖像,該手機還將具有不錯的鏡頭參數 它將使用5000萬的主攝頭並支持5G AN00已經確定為榮耀30 Pro 而另一個型號為AN10,看起來是榮耀30 它是Pro型號的另一個變體 榮耀即將推出的新品榮耀30系列 在鏡頭方面已經有了重大改進 現在它的洩露圖像已經被公開 這是榮耀30 Pro 圖像有顯示它的攝像頭使用為後置四攝 其中之一還將包括了一個潛望式攝像頭 以及一顆額外的TLF鏡頭 潛望式鏡頭據說會提供5倍的光學變焦 在主鏡頭規格上,據稱它採用了索尼AMX700傳感器 其被描述的主上頭參數是會配備一顆5000萬像素的傳感器 雖然我們對索尼AMX700傳感器的了解並不是很多 然而有消息透露,榮耀30系列的AMX700傳感器 將是索尼最強大的傳感器系列 有表示稱它將會在圖像拍攝有非常優異的成績 而且,AMX700傳感器成績可能同 華為P40系列的1.28分之1英寸的傳感器相似 最後,根據消息洩露還了解到 若陽30系列還將具有魂尾傳感器、NFC和3.5mm耳機插孔 而發布時間將於4月15日舉行 好了,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